98年世界杯之前,罗纳尔多面对96年欧洲杯冠军德国队 在冠军门神科普克面前,罗纳尔多用他标志性的进球方式 广过对手,射门得分 98年世界杯上,又一位传奇门将被罗纳尔多破门 他就是荷兰门神范德萨 在面对荷兰队的这场半决赛当中 罗纳尔多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就进球,为巴西队首开记录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中国球迷们通过电视转播看到罗纳尔多在奥运赛场上的英姿 当时身体18号球衣的罗纳尔多 球衣上的名字是罗纳尔迪尿,小罗纳尔多 这类进球是在小组赛面对尼尔利亚队的比赛中打进的 一记左脚的进射 06年世界杯上罗纳尔多尔尔多尽管没有拿到冠军 但他却打破了盖德木勒的14球 世界杯最多进球的记录 这类进球正是罗纳尔多在世界杯上打进的第14类进球 也正是这类进球让他追平了盖德木勒的总进球记录 罗纳尔多在0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是佩雷拉手中的一枚重要进攻棋子 在面对乌拉乌的比赛当中 他两力进球一次助攻 这场比赛发生在2003年 当时罗纳尔多刚刚夺得了西甲联赛的冠军不久 这一年的罗纳尔多也延续了02年世界杯上的神奇状态 98年是罗纳尔多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比赛中出场 这是面对摩洛哥的比赛当中 罗纳尔多禁区外的一脚抽射 为他打进了世界杯的第一例进球 一段属于罗纳尔多的世界杯传奇就此开始 在95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当中 罗纳尔多接到队友贝贝托的传球 用杂耍一般的方式缓过了对方的后防线 将球挑射入网 这样的进球方式在罗纳尔多国家队的进球当中并不多见 或许您对罗纳尔多这里进球的进球方式的记忆已经模糊 但是罗纳尔多进球之后的庆祝方式您一定记忆深刻 这就是著名的罗罗组合僵尸舞蹈 97年的每周杯舞台是属于罗罗组合的舞台 99年的每周杯决赛 罗纳尔多又一次站在了争夺每周冠军的舞台之上 在这场比赛中 罗纳尔多接到队友的后场长传 禁区内没有停球 左脚大力抽射得分 为巴西队最终夺冠立下功劳 06年世界杯预选赛 巴西队在主场迎战波利维亚队 罗纳尔多进球之后 第一次使用了擦汗式庆祝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 他甚至忘记了哪只手臂上 吻着当时的女友丹尼埃拉的名字 这球是罗纳尔多接到队友的投球百度之后 进区内扫射得手 97年四国赛 巴西队面对意大利队的比赛 是罗纳尔多职业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面对意大利钢筋混凝土般的防守 罗纳尔多毫无聚色 在接到卡洛斯的穿球之后 罗纳尔多扯开空档 射门成功 在球场上 外星人对进球的追逐可谓是切而不舍 只要对方后卫稍有疏忽 罗纳尔多就能立刻断下皮球 并且过掉对方的所有队员 射门成功 对立陶宛的这场友谊赛中 罗纳尔多上演了帽子戏法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中 国家队的第一个帽子戏法 97年的美洲杯决赛 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 巴西队和东道主玻利维亚队 依然是战成1比1 正在此时 罗纳尔多突然出现在对方禁区内 左脚射门成功 就这样巴西队将比分反超了 罗纳尔多的这类进球 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 最终巴西队3比1战胜东道主 夺得桂冠 02年世纪杯赛 是属于罗纳尔多的最美好的回忆 在小组赛面对土耳其队的比赛当中 罗纳尔多接到黎瓦尔多的传球 身体像横着飞行的一把剪刀 将球扫进球门 相比于俱乐部的进球 罗纳尔多在国家队的进球方式 更加简洁 不过在众多进球当中 也有像这样在禁区内展示自己细腻盘带技术的进球 这类进球堪称罗纳尔多在国家队生涯中最花哨的一类进球 97年的美洲杯小组赛巴西队面对哥斯达利加队 罗纳尔多接到队友的中场团球 禁区内巧妙地缓过对方的后卫 将球推进球门的远角 对后卫们来说 罗纳尔多的假动作绝对是防不胜防 在欣赏一例来自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赛场上 罗纳尔多的进球 在这场比赛当中 罗纳尔多的速度明显要优于加纳的后卫们 在缓开对方防守角度几乎为0的情况下 罗纳尔多采用了巧妙的挑射 挑过了对方的门将 将球送进了远角 这或许是02年世界杯上罗纳尔多 为我们留下的技术难度最高的一例进球 这球的进球方式看似简单 但其中蕴藏的四两拨千斤的技巧 却让更多专业足球从业者叹为观止 在06年世界杯面对加纳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罗纳尔多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后一例进球 也正是这类进球帮助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总进球数上超越 在盖德穆勒出现了一段世界杯射手新的传奇 02年世界杯决赛是巴西和德国的对决 更是罗纳尔多和卡恩的对决 在这场比赛当中罗纳尔多的两例进球 为巴西人第五次捧得大力神金杯 在和卡恩的对抗当中 罗纳尔多完胜 这里罗纳尔多之生涯当中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进球 会列本次罗纳尔多国家队二十大进球的第一位